唐三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在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母亲的陪伴 可以说他是跟着自己的爸爸一起长大的 后来的时候唐浩为了让唐三能够变得更加的优秀 很心把他送去了史莱克学院 在这里唐三交到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同时也把自己修炼得更加的强大 一般来说他爸爸说什么唐三都会照做 但是唯一一次唐三反抗唐浩 唐三被逼着抱走 此时此刻的浩天窦罗拿自己的儿子 也没有办法 只能按照儿子的心意来呢 原来是因为唐浩觉得愧对于自己的宗媒 想要把自己所有的魂骨全部剃掉 还给浩天宗 对于一个魂师来说 如果没有魂骨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废人了 而且对身体也特别的不好 此时的唐三非常不同意父亲的做法 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唐浩的脾气 一旦自己决定做的事情 不管别人怎么劝都不会同意的 但是唐三却拿出自己的霸珠毛魂骨 来要挟自己的父亲 如果父亲执意要剃除魂骨的话 唐三就会直接死在他的前面 这个时候的唐浩心软了 他怎么可能看着自己心爱的儿子 死在自己的面前呢 因此就选择听儿子的话了 不得不说唐三真的是孝顺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